好 主要暖寧關心月同案的最新進度 今天台北市長蔣萬安是臨時更改了行程 親自來出席行政院會 他說要親自向行政院長陳建仁報告 並且建議可以來建立這個三方共訪的制度 用從各個層面來一起監督 一起來完善這個小朋友的防護網 來聽一下最新訪問 會有幾項建議 除了三方共訪 也就是從這次事件我們看到 很多個案它可能是跨縣市 所以不管是從其他縣市到委託方 中央 以及到保姆 俠管方 未來各方共管 我想能夠將很多的訊息及時的共享 而且建立一個通報機制 能夠增加第二雙眼 第三雙眼 我想將這整個防護網建立起來 好 可以引到強萬安是強調 除了這個三方共訪制度之外 它其實也提到這個幼兒專責 醫師的制度也很好 不過現在的整個涵蓋率不到五成 應該要來提升 而同時它也提出了在台北市地方政府的方面 在小朋友的這個出養以及收養中間這個中繼站呢 現在是由保姆來做照顧在凱凱岸這件事情上面 不過它也強調在保姆的這個制度上面 是不是可以讓評鑑可以讓它的整個規格提升到 跟寄養家庭一樣也是台北市接下來要著手的範圍 就是希望可以從中央到地方 從各個層面上面為小朋友的安全做最好的把關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最新狀況